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脸 是林肯在运动版的脸 他前面做了很多的这种熏黑 然后包括他椅子板上的装饰条 他的轮毂都跟他的爱想版 就是感觉像舒适的那个版本 是不一样的 这个颜色叫好莱坞红 包括咱们车里边的那个颜色 车里的那个颜色是要单独选 要加五千块钱的 它的车身挺大的 接近五米了 整个的外观给你的感觉 我觉得它还是比较优雅的 那么一个车 看上去的第一眼 你会以为它是一个电车 比方说它前面的这个 整个贯穿 它这是一个灯 还有它侧面的那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关键我觉得这台车最好看的是 它侧面 它整个的轿跑下去的那个感觉 还挺不错的 现在整个林肯家族换的这个脸 大家都觉得挺好看的 但是呢 就是它的这些小点点点点点 如果你洗完了车 你要让这个洗车的师傅 单独拿抹布 把每个点再帮你过一遍 要不呢 就会流水痕 我们来说一下啊 首先呢 这台车就有巨多仪式感的东西 比方说你拿着样子走进 前面车灯就开始跟你一通上演 它后边的尾灯也是有三种模式可以去调的 就包括它的字啊和亮起的一些区域啊 你都可以去设定 关键是它有一个叫做书响时分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你看它有浪漫幻境 海语之恋 宇宙星空和茶运自然 这四个模式 还有一个功能叫时空密信 时空密信呢 就是我有的时候想跟你说话 但我又不好意思当面跟你说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去走 而且这个东西等于是你设置好了之后 附加上来之后 它就啊啊开始放 然后它也能在那个屏幕上打各种字 我现在已经梳好了一个关键词 然后我们找一个小姑娘 坐上来试一下 这个好 是吧 这要是你老公继续了解 行了 这就是一个舔狗的日常 当然你得每天可能去想一些其他的 但你看其实女生要的也不多 是吧 就是这种简单的傻傻的快乐 你要拿嘴说觉得不好意思的话 就车来帮你把这件事干了 然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椅子 包括它这边的这种镀铬 包括车窗的这种按键 它这边都做了一些镀铬的处理 而且它的模具也都是有压花的 但是我是觉得实际的用起来呢 这个动物能量方法盘 这种就整个一大块板都在动的 操作的话 就容易不小心误触到旁边的这个按钮 可能这一块是它这方面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但是你确实能够感受得到 就是它有很多它自己的精装修的地方 我相信这一定是跟蒙迪欧不同的 我觉得这台车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整个偏美系的调教 因为像现在的凯耶拉克 其实也是偏欧洲车的那种调教了 让我比较惊讶的茶调家95号有了 其实用网友的话说就是 福特加的车感觉加避购油都能跑 那为什么这台车要加95呢 就是因为它的调教稍微的多出来了 这么8马力 它的点火提前脚往前了那么一点点 但你就总感觉多付出这个 让燃油标号往上提这件事 你就老觉得得不偿失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车 它是一个险区的横置的 这件事是改不了的 它的20T可是不分高低功率的 它从25万多那款 就都开始给你了 就是240多匹的马力的这一款 我觉得这点是要比一些BBA做得好的 最大扭矩是从2500到4000转 低扭的时候你也分模式 标准模式加彩突然一脚 你也会感觉有一点点的吃力 这台车有两方面 是我觉得你需要适应的 一个是你以为的很舒适的车 可能会很安静 但我觉得这台车在高速上的时候 它的胎噪是稍微有一点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中控牌是比较高的 它的车头往下下探的特别的早 特别的低 但我也觉得市场上不应该只存在一种车 就是当大家都去做运动 都去把悬挂做得特别的紧致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需要一个不同的产品的 需要一个像这样的很舒适的车 毕竟有一些人他是喜欢的 刚才这个很涮的尾灯 包括这些能量灯的字母 都已经给你们看过了 打开后备箱看一眼 整个溜背的造型 所以说其实这个开口没有那么大 但是后备箱的进身绝对没问题 然后结尾我们要来说一下这台车 我知道大家一直都在聊它跟蒙迪欧的事 但是我只能说蒙迪欧真的是国外停产了之后 坐的这个只有中国有的这个版本的车杀疯了 就我们见过三大件一样的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没有人见过说 内饰也长得那么像的 那你说你让林肯再怎么办呢 看一下它的价格 它卖是59,800 这台车的价格卖25万多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哎感觉两个大差不差的车差了10万块钱 但我觉得这个这样的算法是有问题的 你比方说啊 要是像它的话 它是没有25万多的那一款的 4S店都没见过这种车 就是丰田之前我们也看过很多 就是你只在发布会的那一框里边见过 但是你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个最低的入门版 它也是这样 但同样蒙迪欧如果能到它26万多的那款的配置去比的话 基本上也要拉到20万左右 但是这台车现在是有优惠的 优惠1万2 但是我觉得买车纯看性价比这件事是不成立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即便叫网约车 我都比我自己买一个车 一年养车的费用算下来要花算很多 所以说多少还是要有那么一点热爱在里头的